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9月30日,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见基辛格,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 9月29日,美国县国务卿蓬佩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他和基辛格的合影,并在配文中写道,很荣幸能够再次与我备受尊敬的前辈致意基辛格博士会面。 我对我们之间的每次对话向来心怀感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见基辛格总统候选人桑德斯看不下去了。 然而,蓬佩奥的发文很快引起了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注意。 上周日,桑德斯在社交网站上发文直接把蓬佩奥对了回去。 他直言,基辛格是越南战争破坏性轰炸行动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是这个国家,美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国务卿之一。 如果我将来有幸执政,绝对不会接受基辛格的建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见基辛格总统候选人桑德斯看不下去了。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第一次口头抨击基辛格了。 据白宫内部官员称,桑德斯长期以来一直看不惯基辛格的政绩和形势风格。 早在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民主党初选期间被曝与基辛格关系密切时, 桑德斯就曾非常直白地表达了自己对基辛格这位前国务卿的不感冒, 并直言,我能够自豪地说,亨利·基辛格不是我的朋友。 我也不会接受他的任何建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见基辛格总统候选人桑德斯看不下去了。 众所周知,基辛格曾担任美国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的国务卿职位, 但外界对他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 他曾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同时担任两个高级职位的政治家, 他曾在1973年至1975年期间担任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 但也因70年代参与策划美国在柬埔寨上空高空地毯式轰炸和越战等事件而长期受到美国人权活动人士和许多政治机构的批评。 看来,民主党派老将桑德斯还真是为立场鲜明的耿直先生呢? 海外华人直播的固定播出时间早上7点,晚上7点半,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若你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 拜托你订阅、点赞、转发或者打赏。 条件有限者,可以通过观看广告的方式来支持海外华人直播。 您的支持行动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 文章来源,亚太日报于2019年9月30日。 支持我们,就请在视频右下方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英纪市家赞助播出, 订阅电话510-465-1888。 若子奥克兰市境 您的支持要atility节目 甚至 ワ